10號下午2點多 女騎士騎在異影車旁 但沒想到下個路段 女騎士遭異影車擦撞 連人帶車被異影車往前推 推了將近30公尺遠 最後女騎士命喪人下 舊車赶到現場71歲的林姓 女騎士因為遭異影車又側輪碾壓 血肉模糊明顯死亡 車禍現場還能看到路面上血跡斑斑 車禍發生的地點 就在燕朝區的角速路 機車被推擠 一直到前方我們現場的事故現場 我們判斷那個時候 人才在那個地方被捲到輪子底下 林姓女騎士的機車 車殼有明顯刮痕 甚至還有血跡 而肇事的誠信駕駛表示 疑似有視線死角 才會察撞到女騎士 但林姓女騎士的家屬 聽到噩耗趕到現場 不敢相信自己的親人 就這樣賠了命 大車的四個角落 那會有視野的死角 甚至會產生內輪差 這一點提醒大家注意 警方表示燕朝區 角速路這個路段 車流量大 大型的貨車也很多 雖然車速不快 但因為大車 常常有視線死角 和內輪差的影響 呼籲騎士 避免和大車同行 暴濕距離才能降低意外風險 這位高雄綜合報導